現在就是不能去 連結什麼都不能去 我們就沒辦法 有時候 也不知道怎麼講 有時候很無奈 新年將至 卻連到納古塔祭祖 都不得其門而入 簡先生的祖先 放在中東寶塔二十幾年 但自從寶塔經營者換人 一切都變了 買的時候就是一定有 找那個律師還是什麼去看 適合哪個方位 哪個方向 因為它裡面是八卦型的 八卦型的 我們一定要看哪個方位 哪個方向 要多高這樣子 直接幫你改掉 對啊 塔位不僅被擅自移動 就連大小也不一樣 中東寶塔位在屏東萬軟 主打是全台唯一 採單面單排 必納式設計的納古塔 但自從2009年 由事件因法師接受 就開始擅自動工裝潢 不僅單排設計沒了 塔位編號也重新 突銷變更 民眾購買的塔位遭到侵占 而受害者還不止一位 唯獨宿建影接手之後 不承認其現狀 還說我們之前的負責人 叫他去找以前的負責人 陳寶全先生擁有中東寶塔1000個塔位 但沒想到就此成為了惡夢的開始 世間影不僅擅自從要給林泰輝的175萬元拿走了50萬 連原本說好要向他購買的1000個塔位也不承認 還拿著那張竊節書宣稱已經獲得城堡權所有塔位的所有權 我是本身沒有錢狀 我是我老婆的名字 如果要賣他錢狀也是要我老婆去簽名 還有更何況這350張 連一張都不是我的 就是林泰輝先生的 抨擊世間影機關算盡 害得他1000個塔位就此消失 因為世間影還重新裝潢寶塔 塗銷編號 當初一張2萬元購入的塔位產權書 形同廢紙 而這位世間影到底是誰 世間影本名周秀琴 是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 台灣佛教總會秘書長 政商關係良好 我們當時尊重一下 當平東市議員接獲違建檢舉 與市府一同前往中東寶塔場刊 還一度無法齊門而入 一些泥沽河上手拿錢杖 一百多個擋在前面 就強行不讓議員跟我們進去 那現場的警方也沒有維持住戲 警方就站在泥沽的後面 很顯然是很偏袒那個塔方 場刊後市府果然發現違建事實 開罰30萬元要求停建 但世間影竟然是動用媒體關係 釋出假新聞 世間影法書他竟然敢提早官方的新聞 還沒有舉行之前就發布假信息 然後請著地方的那個媒體帶風向 帶到說議員進來會堪 完全都沒有違建都是合法 事情鬧這麼大 世間影則對外宣稱自己根本不認識陳保全 讓陳保全一氣之下告上法院 並速度要求傳喚證人 但檢察官不予理會 一直到有當地的司法周刊看不下去 揭發此事 法院才傳喚證人 在法院一定要誠實講啊 啊這個黃信護法就是 世間影委託出來跟我們接下的人 而且接下的當天 世間影也是在現場 證人也出面作證 強調世間影跟陳保全本來就認識 而世間影之前也捲入 侵佔建造寺廟款項爭議 如今在被控利用自己身份 意圖侵佔民眾塔位 拓建獲利 本是親近之地 在天一樁爭議 黃宇新聞綜合報導